香港時間早上8點 一節講的 BBC 我想我做電台的日子 這麼多年以來 BBC一直是我們最高的標準 我還記得我以為商台的時候 會在網上錄 BBC 下載 BBC 節目的 sample 然後就給同事聽 就說我們跟這個標準 但是現在居然 BBC 炒了粉 當然我這次沒有跟 BBC 我之前就知道這件事 BBC 會炒粉 真的炒了 就是加沙地帶醫院襲擊那件事 你聽這一度的節目的人 就不會炒的 因為我一開始就跟你講一個大陸分析 就是嚇到那些聖戰分子的火箭 那個發射位置 跟那個彈痕 你一看彈痕就不能摔的 因為以色列的彈痕 JDAM 但是你通常都沒有剩的 你炸完就沒有的 那個地方都停了 真的是跟你做市區重建而已 你不會有任何東西剩的 就是你看到其他那些加沙地帶 被以色列炸過的建築 就是整個棟都沒有了 但是都拆了 真的是拆了屋一樣拆的 那個彈痕 你告訴我就是好像有人排烏龍的 但是那時候就是怎樣 很多人 就是當然我就用一個軍事分析 我就知道 咦? Stop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要 你做評論很多時候 已經是second hand source 就是second hand是可以不可靠的 可以total unreliable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斷 那時候就知道 糟糕 不對 但是有很多人就跟了BBC的說法 然後現在就是狗青年幻想了 OK BBC就發了一個collection 其實BBC的網站是有一個叫做 Collection and Clarification 那它就在10月19日 它就發了一個根證啟示 即是說回它當時其實它不是很像 即是那些採訪那些blah blah blah的問題 但是你出的collection and clarification 你放在這裏就知道你的報道有問題 即是就算你知道 你說你之後那些你怎樣辨解都好 大家會對用這個material 有保留 OK 即是BBC炒到這個地步 即是你不要說半導電視 半導電視本來就是propaganda OK 半導電視本來就是propaganda 你記住 它不是公共廣播 它會作新聞的 BBC就像 你不是機構有問題 是它整...是它那個新聞那個運作的方式出來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與時並進 OK 當你沒有辦法與時並進的時候 你就會錯 那件事是這樣的 即是... 即是你... 如果你與時並進當然沒有問題 你沒有辦法與時並進 你就會錯 那件事 所以你說這一集... 這一集應該沒有收視 跟下一集就講 跟下一集就講 香港註冊的貨船 把別人的頭盤 那件事是有意為之 還是按鈎 那個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這一單 我純粹就這一單言 我就會談的是BBC 是... 有一些行業規矩的問題 也有一些是knowledge的問題 就是記者作業 就是電光火石之間 怎樣做判斷 由記者到老闆 老實說 記者也好 採主也好 那他們不是猛人的嗎 你按電光火石之間 閃電即過的時間 你怎樣去做決定 這個是很高難度的 這個... 其實這件事應該是要找一些軍事 就是在場的軍事記者 兵方馬尼那時候 是不是做... 但是問 為什麼會... 在knowledge上 不會錯的事 為什麼會出錯的呢 finally 人事政策啊 還是... 其實人事政策後面 新聞教我們以往覺得 professional 沒有問題的東西 其實做法是有問題的 我不是新聞系出生的 OK 但是我是比較奇怪的 我做評論員 那時候 我是紅褲子出生的 你... 你用這個... 你這樣去理解我 這個人吧 我是不是入大學之前 我已經在報紙寫評論的了 我是倒轉 所以... 我看... 這些的角度 我沒有... 我沒有新聞系的包袱 但我也都不會認為 新聞系的奉獻是... 不需要的 新聞系的奉獻 仍然有它的價值的 那問題就是 那個奉獻 人能夠回應的時代呢 我就給了一個問號 在這個階段 就是我們... 我想日後 怎麼去訓練新聞專業人員 這一方面 怎麼去做 我想是有... 大家要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就是... 就是... 你新聞除了是有些很理論的東西 有些教授那些 也有一方面是... 很practical的 practical那邊我們怎麼處理的呢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這件事 因為越來越多人 你會做independent news 或者commentary 首先一件事 你的knowledge 記者... 一隻耳以來... 我這麼久以來 其實對新聞系出身的記者 最大的questioning 就不是他的professional skill 他的professional skill 例如怎樣用機 怎樣裝稿 怎樣去... 怎樣去... 拿那些新聞標準 那些... 我不質疑的 那些他們訓練得很好的 現在問題就是... 那些就是你... 那個範疇的東西 問題就是... 你真的做新聞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是... out of你的knowledge 平日學的knowledge 譬如... 袈裟地帶 的... 所以做新聞都是學的 因為你... 做新聞的人 要學習的能力很高 因為... 很多事情你會... 現在的世事變得太快 你要突然去... learn something new 你不知道的 但你又要... 你要 learn 之後 馬上餵回給... 那些網友的時候 那一刻慘 就是你吃完東西之後 你馬上餵回給... 好... 那些事情是大件事 你學錯誤 那些knowledge不夠... 底不夠... 你就會出事 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些事情... 像加沙地帶這件事... 我判斷... 我說這件事... 我為甚麼會站在以色列那邊 不是因為我很認真 喊喊喊喊... 而是因為那個彈道... 始終我很賤賞... 整年多... 就是... 一根軍事新聞... 你偶賤了整年多... 你說... 就算你最初不熟悉... 你現在... 你也有本人反應的... 彈痕... 那些彈痕是甚麼來的... 你的彈痕... 由甚麼炸彈造成... 剛才... 你以色的JDAM... 不會那麼碎了的... 沒有可能的... 剛才... 然後你再分析那個... 發射位置... 跟醫院一對照... 你要知道... 應該是喊喊喊喊喊...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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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knowledge... 我... 因為... 之前過去... 一個年俄烏戰爭... 我是平衡俄烏戰爭... 我就會看到... 咦... 這個有事... 小心... 那問題就是... BBC的記者... 可能他之前... 一個是Francet Treyang中東... 他不會看俄烏的那些... 他也沒有一個... 直覺... 告訴他... 喂... 那個蛋... 檢查一下蛋痕先啦... 那就... 結果就直接... 把哈馬斯那道照單前收... 啥了也不知道... 是這樣... 因為你做新聞... 你可以... 由原本不懂... 變成一個專家... 你可以去學習的... 你可以去學習的... 這個... 做新聞是一個... 自我學習的一個程度... 我總覺得... 做評論也是... 所以有時評論會錯... 好嗎... 你不要弄到你流政 流政這些是心理變態 心理變態 這些人 他們說的話 我只能當作刺激 罰他的母親 但是 如果你是正常 比如有時候可能了解錯了 或者解錯了 難免的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都知道 回到幾天後知道是罪 是否應該出發 Correctional and Carification 那些心理變態 不知道是否有這個機制 但是 基本上就是 你 新聞學習的過程裏面 你會學到的東西 如果你的其他新聞 你再跟著你 把知識的知識帶回來 你是不會做這個錯誤的判斷 你的問題就是 BBC 這次就是沒有人把我战爭的經驗 帶回來 那結果就錯了 所以怎樣去將 那個記者要經驗那個knowledge system 將你沒有過的東西 很快變成你的知識 進行判斷 是 這個是最難的 因為你不能夠純粹靠一些新聞事實去看 Fact的 你會死的 說什麼 你一定解僱的 很多時候 所以做記者的反而要多提書 我以前都是這樣說的 做記者要多提書 你最好就怎樣 有些東西你惡寶了才能夠說出來說的 真的很像 我很少展示自己看過什麼書 當然你想想 俄烏戰爭 我以前在大學讀過Russian的那些東西 但是俄烏戰爭之後 我買了不少東西 關俄國和烏克亞人的那些書 惡寶 好 這一本 例如Putin's Peoples Putin 旁邊的那些什麼人 這本很基本的 OK 你不會像劉正那些什麼 別人說 他就只要重複一次 徐家健那個被炒友的所謂教授 說完一個人自己口感就再跟著人說一次 這些人最黑人爭的這些 最沒有知識的人 基本上是 這些基本的要求 reading 看完一次 看完再 再慢慢 run 之後 成為自己的知識 之後再做判斷 這樣 所以有一個第一個解決問題就是 記者工作人太大 現在記者賺的錢很少 但是工作人太大 結果就整天都錯誤 那些所有的Fact Check 那些Fact 你好沒有啊 那些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check 但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做新聞那些行的那些偏見 偏見很大件事 偏見會害死人的話 做新聞那些是比較大件事 所謂的中壓 評論人都是多少subjective的 這個就沒得談的 這個就沒得談的 很多做評論人都是subjective的 這個我想 都不是什麼新聞啦 但是做新聞呢 就不可以subjective的 但是就算以往在香港也是 香港遇到的記者 很多都是 他們有一套固定的偏見 困住了去看新聞的 好像out of the box去看一件事 或者你不是用記者的新聞去看東西 你是用industry man的角度去看東西 會不會好些呢 這個就是怎樣去看新聞準則的問題 這個惡搞啊 這個惡搞啊 BBC的問題就是 你本來在加沙地帶 請了當地一堆人 那當然你請當地人是一方面的做事 但問題就是當地人會將自己的感情投入 你好像 為什麼我會覺得BBC會錯 其中一個人事就是 BBC的攝影師 在醫院採訪的四次之後 他自己的親戚都做了照 如果是去到這個地方 那個攝影師要stop 要stop的 要即刻 要讓他下班的 他直接說你今天不用下班的 因為那時候你已經有情緒的嘛 你的情緒會感染其他記者 那你的判斷就會狗青連環上座嘛 就是說你說這個判斷初的原因 就是你BBC有記者 你進去發言室自己的親戚都進了院 因為雨下的傢伙地大雨襲 你已經是變成了新聞裏面的一部份 你怎麼可能說是中立客觀呢 你的客觀去了哪裡 你的客觀你立即去沒有了客觀 這個問題在這裡 那BBC全球請記者的問題就是 你請了那些人參差不齊 什麼人都有 你等一下不要說中文部 中文部那些很多已經是被人滲滲到 滲滲了已經 我不知道那些什麼來的 其實基本上要堪電槽電的 就是輸我直言 所以說我可以得罪很多行家的 你不可以請太過involved那件事的人 就配過記者 記者就是記者 平均人就是平均人 如果不然呢 我們做平均人就是那件事 你知道我們是second hand source 做人的 first hand我們就不做 first hand就是原創研究 我們做 但是問題就不會是主菜 做主菜營造研究 但是那件事很昂貴 二來就沒那麼多時間 第三我們沒有那麼多資源 但是你這樣搞就麻煩了 給我們所有second hand source score來的 我們要重新rearify一次 更新要用我們的agnosticism 去判斷一次的事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現在做平均人 變得這麼容易做 平均人只要讀稿 你讀稿你也要 起床就給你讀新聞 你也要讀新聞 你也要判斷那些新聞 能不能讀的 如果你讀了生涯出來 你就很糟糕 是吧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就是所以 我想我做評論員這麼久 我就看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good exam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做評論員現在這麼困難 這個不是做新聞記者這麼困難 是做評論員也很困難 我們工作人員就會加倍 我們要做的判斷要加倍 如果我們不是說fake news 我們不是fake news comment是fake news 但是我沒有說 有些就挖中取衷 擺明挖中取衷 擺明就是propaganda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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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現在這件事事少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這件事 我一定要有根有據 那會出事 什麼叫做有根有據 我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嚴謀 這件事算是低級錯誤的 我說有很多錯誤也不知道 這件事算是低級錯誤 因為是低級錯誤的 基本上一看檢查的檢查都知道 不明白這件事 但不是單單這樣 這個也很麻煩 好了 回到最後那件事 《新聞學位公正客觀》 《公正客觀》 香港的一些新聞教 有些新聞教 就以為就是葛膽失敗版 或者就把偏見說 一定說那些泛民是過激 或者某些人是過激 所以就不用聽 那結果就不是報新聞 你必須Propaganda 總之上面有頭有細的就是中壓 最離譜的就是相當是陳淑美 這個人是要點名指責的 這個人 今時今日我簡直是點名指責的 這個人 你在做新聞 你快去早休息吧 我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你說什麼叫做中壓 什麼叫做客觀局 我不一定叫做中壓 你要公正客觀 公正客觀最低的一件事 你的事實 你的事實是平鋪直序 有什麼寫什麼 你之後 那些人應該怎麼 你當然你怎麼鋪排事實的過程裡面 已經有你的觀念 你要盡量將鋪排事實的過程裡面 用我一個說法就是 你已經很boring 做新聞不會exciting 做新聞 tell story exciting 是會買到紙 但這個是不理想的 做新聞 我要求的東西 其實最好的項目 在我眼中的新聞 who when where what how 這些元素 你給我一個表格 填下去 我就根據這些東西 descripted 這個 what happened who is the rager player 這些東西 我就去慢慢和他們執藥 但是當然 這種寫法都是很沉悶的 第二就是 有些新聞可能複雜 但你沒有辦法用這個表格去處理 有些人在黃山西刺線 我去做這樣的表格 我告訴你以前我做新聞材料 那些處理的時候 真是國安分 我真的整個這樣的表格填上去 填上去 只要有一個basic的fact 發生時間 人物 地點 發生了什麼事 怎樣發生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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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都未必到幾問 為什麼可以一路追過去 變成了一個故事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本身可能是變成平民的 所以評論員的工作範疇 是屬於評論員的工作範疇 評論員的時候是 答 why 所以評論員是一個很niche的行業 因為評論員是 analyst來的 我看完那些fact 然後我去分析 我的看法是什麼 這是另一件事 這是另一件事 另一個industry 那問題就是 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就會用一個自己的有色眼鏡去看 所以其實英國人的做法是這樣的 除了BBC這些public money 是妖公政客官 其他的報紙 我說 你極奧 太陽報 衛報 那些泰吳士部 你打到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 你就打到亂七八糟 我就在他打到亂七八糟的過程裡面 去找出真相 但是以前的傳媒沒有那麼多 就可以這樣做 但是現在的傳媒遠多到這樣 你的資訊爆炸 你這樣做就變成fake news世界 嗯 所以現在你什麼叫做公政客官 在我眼中就是 至少譬如這些公共網絡機構 麻煩你跟我們 有些事情一fill the bank 你就不會 應該就不會太理捧 Anyway 這個答案還沒完 我沒有一個圓滿的答案 這個問題 下一節 由香港的船 香港騎的船 堆這樣 天氣的